现在我们来重问一下消防施工程序的重点 施工图纸必须经香港乌鱼署、消防处及水务署确认 所有施工材料及配件要分门别类储存在适当的地方 安装消防龙头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和不可以阻塞走火通道 安装消防卷盘要符合法律要求 卷盘水管要保持畅水拉出及运作正常 安装水泵时要切保马达及泵轴必须通光同一轴线上面 测试消防水泵时 消防龙头出水口压力及卷盘喷出水柱必须达到规定的要求 火井侦察器应该安装在容易更换的位置 要避免接近太热或太潮湿的地方 测试与消防系统相连的联动系统 在有火井讯号下必须运作正常 在建筑工地里所有的工序 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齐心合力 上下一心 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份内饰 每个人的形务 rating 好